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到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是在预告柯郭河 更多内容我们把声交给夹浅 观众接人线所在的地方是台北市议会 那今天早上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这边进行专案报告 那当然身为讲师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也来了 不过今早他受访的时候他不当讲师 他当的是科学家 因为他之前以柯文哲的个性来分析 说蓝白不会和 但是柯文哲会去找郭台铭 如今他认为他真的是神预言 我们带你来听王世坚他稍早怎么说 那一天所谓蓝白和的宣布 那么他只是在四水温测风向 看看社会的反应是什么样 柯找郭台铭来合作那是一定的 更何况柯郭合作之后 就自然而然的给郭台铭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让郭台铭可以省去很多尴尬跟难堪 所以我在想这一条是他们两位必走的路 王世坚他是分析说柯文哲接下来会借由 跟郭台铭的合作来壮大自己的身世 来借此边缘化侯友宜以操作气暴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到这个议会质询的现场 其实今天不管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的议员 都不约而同把炮口对准 幽友卡公司上新贵的这件案子 那这件案子是在去年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卸任之前突然通过的 那当时的情况是9月的时候 柯文哲在市政会议的时候通过了这项计划案 11月的时候才补件了计划书 所以一直都被质疑是有强度关山的情况 那今天蓝绿议员都逼市长蒋万表态说 到底赞不赞成这个案子的推动 如果是自己的话他会怎么做 那蒋万稍总呢他确实也有承认说 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之下 他确实不会轻易让这件案子来通过的 以上为你掌握到现场作品情况 时间镜头还给侯内主播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